放四日 加吉市上行的科普选書 科學一流百到有破爛會 十四合到十八合 將在西区港北體育館最大町長 今年以大玩夢想家為主題 幾位強量主題的力點 強量就在你身邊 讓小孩可以透過遊戏 可以吃宿合室 增加合室的幸福 市長安民會 和很多位議員 校長以及來賓 在港幣運動公園退後觀景 為華東點營 依順的道菜營營營 為科學一六八九的破爛會華東軟身 歡迎全國民眾來賀參與科學生育 我們會在科學168正式開始之前 進入我們的港平運動公園 市長安民會說 科學一六八九的破爛會 也入地十九回 每年重新突破 今年幾個都玩主題可破高興 科學參觀 定向外甲 八市外甲 科學體行車 以及主題的特點外甲 暑假是所有的孩子們最期待的 但是他們最期待的 還是看到嘉義市的科學168 我們教育博覽會 今天晚上就在嘉義市港平運動公園前面 我們點燈了 可以看到大玩夢想家是今年的主題 科學168已經邁入第十九年了 是孩子從小啟發孩子創意創造力很重要的活動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讓孩子感受到 其實科學就在我們生活 生活當中處處都有科學 期望讓孩子願意接觸 那我們特別要感謝嘉義市的教育團隊 每一個學校所有的教育夥伴們 大家的用心跟努力 把我們的教學成果拿出來展示 所以所有的爸爸媽媽家長們 歡迎大家7月14號到18號 來到我們的港平體育館裡面 大家一起來看非常精彩 裡面有室內的戶外的 當然闖關活動 還有多元的主題的活動 還有更重要有丁向越野 甚至還有蘇潘活動 還有還有很多我們科學的車子 來讓我們可以看到一起來體驗 請大家告訴大家 科學168等你來喔 主題的特點特別幾個空洋特點 結合科技、融入電纜 搭配都完媒體、AR、動位 以及創官文宅 讓孩子透過活動遊避方式 認識空洋、煙發黑面 讓孩子緊記理 觀察恐龍、化酒 透過科學168等到破浪費認識科學 到處長林立昇說 科學168成為東南部最重要 孩子最基台的科學哈亮贏 點燈以後活動一張三秒鐘 點燈以後360度 全角度觀看LED天使贏無 不然暗時色彩清楚 日時日照效果也沒打折 仗市民以度角度 全方位 陷上科學到達2點 明天氣到達18號 點亮、港幣、體育館 先行門廷路線、翁秀船、鯊魚漆、菜鳳博多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